姚迪1982年3月17日出生于浙江嘉兴 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表演戏姚迪曾饰演艺界非常受欢迎的四小弹角之一 2011年凭借引起全民讨论的情感剧《裸昏时代》而人气飙升 他从小家境富裕 曾经在杭州市一校学习乐剧专业 在乐剧中一直饰演林黛玉这一角色 2007年参加《红楼梦中人》的选秀 成为新版《红楼梦中王熙凤》的扮演者 原本该当大红大紫的姚迪 却因插足文章与马伊丽的婚姻而坐持了小三的名号 现在的姚迪不止无戏可拍 更每次出来的新闻都被网友在批评区指责 姚迪的大好前程可以说是毁在了与文章的爱情上 在看当年的马斯林与文章的幸福合照 也是相当的单配 而作为世界男主角的文章就不一样 不但得到了老婆马伊丽的大度原谅 还不时的出来秀秀恩爱 在演艺事业上也没见有太大的影响 2016年文章主演电视剧《少帅》 扮演一代名将张学良 同年7月还导演了电影《路遥之玛丽》 2017年指导并参演剃刀边缘获得无数好评 姚迪插手别人婚姻自然不道德 而文章在老婆运祈祷婚外情是否是更应该遭到斥责 可在姚迪已落千丈的时候 文章的事业却愈来愈轰祸 这是为何呢 看看不久前向左在好友圈发的几张合影就晓得了 照片中向左、李连杰、甄子丹、吴京、马云 向左是中国新向华强的大儿子 向左跟文章同个年龄段 兄弟感情好 而向左在2014年被委认为李连杰一基金 香港募款私立 文章又是李连杰的干儿子 亲上家情 李连杰在国武中的地位是公认的 甄子丹、吴京、邹世民能做到一起谈天再正常不过 照片中文章与向左、邹世民、吴京共敬晚饭 是很铁的好哥们 他们聚在一起 正是因为近来传得火热的电影 公首道由马云林片酬主演 马云担当主角的公首道由文章指导李连杰、邹世民、吴京、甄子丹等 无打明星均愿意零片酬出演 孤 且不说文章能否指点好这部大片 仅靠这些大明星的名字 文章想不红都难 在娱乐界有绝好的人脉关系 难怪文章犯了大错还能安然无恙 最可怜的就是姚迪勒 好在文章浪词回头金不换 马依丽也大度地选择了原谅 不管粉腰样还是祝福他们 愿马司令不再被辜负